香港故宮能夠在短短的五年之內 由籌備建築到進攻 如期將會在今年的7月2日正式開放 實在首先是有賴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 以及西九文化區的全力支持 作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25周年送給香港的大禮 香港故宮能夠預計開幕 實在令我們非常興奮和自豪 開幕的初期 我們將會預計每日大約可以接待7000人次 我們的門票都是分兩類的 包括標準門票和特別展覽的門票 在香港故宮開幕展的九個展廳之中 有七個展覽 即是展廳1至展廳7 就是我們常設的專題展覽 展期是一至兩年的 其餘兩個展廳 即是展廳8和展廳9 就是特別展覽 會輪流更替 展期大概是三個月至六個月 購買50元的標準門票訪客 可以在購票時選定一個日子和時間 就是可以參觀展廳1至7 如果要參觀特別展覽 他們就需要購買120元的特別展覽門票 而持有特別展覽門票的觀眾 可以參觀1至7的常設專題展覽 這兩種門票都是有設特位票 合資格的人士可以用半價 即是25元去買標準門票 如果用特位票去60元 就可以買到我們特別展覽門票 為了慶祝香港故宮開幕 從7月2日起12個月之內 公眾可以逢星期三 免費入場參觀我們七個的常設專題展覽 即是展覽1至7 開幕展有兩個特別的展覽 就是《國之中寶》 《故宮床進唐原書畫展》 其實這次會有35幅 分三期 全部都是國家一級的文物 很多都是所謂的全世孤伴 只有一章而已 這些書畫很容易受到光的感染 因為有些已經過千年了 就到一些光線濕度的影響 我們一般的展出時間 只有一個月的時間 另外一個展覽 就是第九的展廳 是馬文化的展覽 展覽可以說是有史以來 最大規模以馬為主題 集合中西文物的大家互鑑的展覽 這個展覽為期六個月 展覽 勤套 演戰 辨